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最后在人世间所留下的东西 就是大家对你的 我不用肯定这两个字 对你的认定 我顺便讲一下明太主不知道他自己是明太主 明太主永远不知道他是明太主 为什么他生前没有这三个字 他死后大家认为他是明太主就叫他明太主 你要叫他明施主也可以 很多东西是人往生以后后面的人开会 然后说这个人 你看像周文王 凡是有文字的都了不起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中山先生说我叫孙文 就是他历史觉得好 回去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把你的儿子取名为文 这中国这个文啊 这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文学啊 这不是 孔子说 你有一利才能学文 那个文是指学问 所有学问都叫文 做任何事情 坦若没有做够一百次 是做不好的 百次温故之心才够经验 这是他自己的第一个 给自己的东西 人是自己不断地精进自己的一个历程 第二个谜是无智天书之谜 中国人很奇怪 凡是那种得到高人 凡是有高成就的人 一定有无智天书给他 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叫无智天书 有一天 刘先师在山上看地理 因为他对地理是很内行的 所以现在很多看风水人 都拿他做主事员 那小便急了 就找一个地方隐蔽一点 想小便 没有想到那个小便 一便下去啊 就感觉地理上好像有东西顶住 然后就挖开来看 有一块砖头 上面刻了一个罕字 叫做某年某月 刘基在此小便 下面写的是孔明 孔明生前就知道 我想如果不想怎么有传奇呢 对不对 这个传奇就是天由家处 希望大家对他印象深刻如此而已 听令就算了 这个也代表什么呢 代表有一种传说就是说 孔明死了以后 也是郁郁不得志 认为这辈子没有能够把自己才能发挥 所以他去修 中文经常死了 我还是修 修完了 你要往生 像这种还要批准才行 要预防大帝批准 因为他到人间会产生很大的波浪 所以我再下去试试看看吧 好 你下去 所以 很多人说他是 诸葛亮的转世 那我们知道就是诸葛亮转世为 刘伯恩 刘伯恩转世为 在台湾往生的刘培中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他在台湾收了几千个土地 孔明在世的时候 老早就预先谋定在这里 那真算得准 因为你稍微偏一点就没有感觉了 而且一般人他也不管他 就没有这种记忆 我想这些都告诉我们 凡是碰到什么风吹沼动 你都不要错过 为什么 你看下面就知道 他吓一跳 往后一推 正好掉进一个山洞 里面给他准备好一本 无字天书 你没有那一招 你如果不会后退 不会后退 永远不会进山洞 这叫做无巧不成熟 无字天书在哪里 在我们脑海里面 人必须要有一点灵光 有一点灵气 你才有无字天书 它是自发的 不是外加物 当你这辈子到了很需要的时候 你知道哪里面会产生一些 好像是幻想 又好像是真的 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灵感 那个灵感 其实就是无字天书 你看 苹果打中人的头很多 有人一打中就说 倒霉 他就不是发明家 只有一个人被苹果打中了 他心里想 你怎么打我 你怎么会打中我呢 他就变成什么 变成牛顿 拿不得了 就这么回事 你就是你有没有无字天书的概念 很多时候你把它当成偶然的 就是偶然 但是必然的 你要身家研究 那就有所得了 自己激发潜能 就叫无字天书 我们每个人都有潜能 但是不要人家激发你 人家激发你 很可怕 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你看很多人在旁边 哇 好多人 整个上来要跟他加持 我无动于衷 他很好奇 问我 那么多人都让我加持 你爸让我加持 我心里想 我跟你加持还差不多 你还给我加持 你把我磁场搞乱了 怎么办 人的潜能要自己去开发 才纯正 砸着别人的东西进来 都很可怕 神童读书之谜 刘伯温 他从小就非常聪明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别人都要读出声音来 还不会背 他一个人在那里 好像在玩一样 老是很气 你不好好读书 他也不在乎 他照样 可是别人 朗读了半天就背不起来 他这样呜呜呜 他就会背 所以老是就怀疑他 你是不是在家先背的 一定在你家背的 他说没有 那他拿一个新的给他 他真的会背 他说那我这次要做家庭访问 就把他拿家 看看他爸爸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一看 这个长工 大致不认识几个 妈妈跟朋友说 他就问了 他在家怎么样 他在家很喜欢看书 是不是要读好几遍 没有 就算了 请问 这个时候最开心的人是谁 是爸爸吗 不是 是妈妈 不是 是老师 老师心里讲 我教一辈子 好不容易教个神童 这下要出名了 这叫做得天下之因才而教之 那是当老师 是那时候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这样在我这里太可惜了 应该以前人度量很好 你在我这里太可惜了 我会误你一辈子 我推荐你到十门书院 好好去读一读 所以他到了十门书院以后 琴棋书画 彤彤精彤 他真的是不但一目十行 而且过目不忘 其实这种人现在还是有的 有人你考他一个英文单字 他会告诉你 这在伟师大字典 第几页 第几行 你去查 自由 那我不希望大家羡慕羡慕这种人 告诉你 最好不要 以前在上海有个画家 专门画人像 最出名 出名到早餐人很多 所以他一次画十个 他一次就画十个 他怎么画呢 这边一二三十五 那边六七八九十 早上来挂号 九点钟开张 对号入座 坐好 好 回去 明天拿哪接 他就画了 听完这个还羡慕他呢 前几手 最后他神经病 为什么 因为他老孩子一出来几百个像 都在这 整夜不能睡 都是 人记忆力太好 绝对是不信 记忆力不好 很惨 这才叫做 一阴一阳之味道 差不多就好了 其实看战的时候 因为这个报纸 什么资源都很缺 所以有一份报纸 大家抢了要看 有一个人说我看 他说你为什么看 我看了我背给大家听 真的啊 你试试看吗 那你优先看 看完他就背给大家听 最后这个人也是神经错乱 所以千万不要去想尽办法 要使自己增强记忆力 千万不要 啊 破破了 我给各位一个建议 就是自然是最好的 一切就是自然是最好的 人工越少越好 越多越惨 因为那后遗症 常常有一段时间 才暴露出来 你已经来不及了 后悔都来不及 他最喜欢就是 到处向人家借书看 我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 想通一件事情 不要让小孩子 太早就进入专业 千万不要 其实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大学是普通教育 不是专科 不是专业教育 现在 现在真的很惨 现在很早就进入专业 一个人只知道 这句话很难听的 少少中的多多 这叫专业 我们那时候是知道 多多中的少少 那叫通才 我们经历过通才 又经历过专业 2015年以后 就今年开始 又要找上通才 因为科技没有整合 你是做不了什么东西 你看现在任何东西 都要垮好几个领域 你才有办法做的 不像以前 所以千万告诉你的小孩 不要太早就进入 专门的领域 你把它打通了 然后你去找 需要的领域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他为什么到处想看书 什么书都看 就是把他的思路弄广了 所以你看现在社会上 一讲到刘伯温 就想到他会看风水 会看天象 会算八字 他还会不挂 他最厉害就是 到处去看地理 他那个地理是很神的 那大家如果问我地理是真的假的 我的答案很简单 地理绝对是真的 但是看的人大部分是假的 因为他根本不懂 他就这样一朝半夜 走向胡跟你乱讲一起 你怎么办 地理就是说 你住在这里 他会加强你的府份的扩展 他来调整一下 你真的可以更省力 然后更有效益 就绝对做得到 可是要真的 人才有帮助 但是我们现在房子都是双拼的 当中是楼梯 一直省钱 如果每一家都有个楼梯 那太贵了 所以双拼是为了省钱 但是双拼你就要注意了 如果这边风水是对的 这边一定是错的 一定是错的 因为他左擒龙 右擺幅 这边是对的 那边一定错的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 大的原则不能错 那是不是听完我的话以后 这个房子 只有一半销出去 一半卖不出去 也不会 你要调理 根据左青龙 右擺幅 不对方向的 要好好去调一调 把门改一改 把门的位置改一改 把内部调整一下 照样可以 要找懂的人 要找懂的人 真正的去改 不要东听一个 西听一个 提到最后 什么都完了 有一天 有一个老人家 看到他正在吃饭 只跟他讲一句话 说我表弟家里面 有没有好处 你猜他怎么样 他恶话不说 就不吃饭 借书要紧 那个老汉跟他讲 我跟你开玩笑 不行不行 就说开玩笑 我要去 他热衷到这个地步 其实一个人 读书不读书 完全是内在的兴趣 比较重要 而不是外在的引诱 我们现在都注重外在的人 其实现在的教育 是使得学生 越来越痛恨书本 你跟大学毕业 为什么那么高兴 就是从此不读书了 要不然什么叫大学毕业 我已经被逼的 真是受不了了 以后看到书就不看了 这是反效果 做父母的 要培养子女的 读书的兴趣最要紧 而不是他考多少分 考多少分不重要 他的兴趣被你激发出来 他一辈子受用 你强迫他是没有用的 这种好学的精神 感动了白缘仙姑 其实人世间 所看得见的部分 占的比例蛮小的 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去看过说 影响一个人的元素有几个 我们大概只知道天地人 其实天地人是不够的 天地是纯科学的 天地是科学 自然科学 人不是 人如果说完全是科学 那就变成机器人 人受什么影响 人受四种能量的影响 叫什么 神鬼魔妖 你看我没有讲 鬼神妖魔 我没有 神鬼魔妖 都在你的心里面的 是一念之差 你一念为神 你所看的都是光明面 但是你所看的是光明面的时候 魔就出来了 因为神魔是一体 这叫做天人交战 对不对 你看你远远看到 有一百块美金 你会叫说 哪里有一百块美金 请介绍 那是天下最笨的人 回去一定被骂的 叫那些大声 但他最诚实的人 学校教的 考一百分 出来一个朋友都没有 跟介绍在一起 倒霉 中文看到一百块 假装没有看到 看看别人有没有看到 这个比较重要的 你那个 你自己急什么呢 别人都看到 那没办法 那看别人怎么处理 到时候分我一份就好了 因为我看到了 我怕什么 现在这些智慧都没有了 因为学校老师不教 因为连老师都不懂 远远一看一百块 脚都没有看到 看大家也没有看到 都没有看到 那我也没有看到 所以我很自然走过去 不知不觉用脚把它踩住 这就稳当了 心就放下来了 然后在东东西望 看来看去 我就蹲下去 搬鞋带 顺便把一百块 放口袋里面 这个有智慧 那你讲给老师听 老师会骂你啊 你这算什么呢 可是老师心里想 我也是这样 这就是今天教育界的悲哀 就在这里 没人说实话 都在骗来骗去 那有什么用 这叫做人情 这叫人性 孔子是最人性化的 孔子说 这就是对人性的考验 看你经不清得起 这一百块的诱惑 但是你刚开始会很老实 越来越会又不老实 因为你发现一百块以后 你就把他老老实实 交去给派出所 结果派出所吃掉了 心里想 我还发现有功劳 你还坐在那里 坐享其成 那你会吃掉 我不会吃掉 这叫社会教育 所以就要通盘检讨 而不是说 支支接接去解决问题 不是 我们到今天都是 头痛于头 脚痛于脚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中国人的妖魔 跟西方的妖魔不太一样 你看西方的片 鬼都很怕人 中国片的鬼都很可爱 你晚上很寂寞 读书 没有盼 他下来陪你读 对不对 你画画不好 他跟你画得很好 你考试少结一点 他就听你点一点 其实西方人 见鬼的机会比我们多 因为有时候 我们见了鬼 会把他当人 因为他跟人一样 西方鬼就是鬼 你真的好好去体会一下 他这个是中西文化 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 中西文化的不同 不在那些看得见的部分 在那些看不见的部分 看得见的部分都一样 看得见的部分 全世界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两样 所不同的 就在那个看不见的部分 白元仙姑 陪他吟诗作父 所以他的功力 就精进了很多 下棋 操琴 吟诗作父 他都很精通 所以后来 竹元章考他 他对他如流 这也是 朱元章很欣赏的部分 有一个 道行很高 天文地理 兵法都通的老生 他浑游天下 居然把他的魂 付给他 就一下子增加他 一百年的功力 看起来就两句话 实际上这个故事 蛮精彩的 因为那个时候 刘伯温要从家里面 到学校去 有一段距离 那时候大家都是什么 带一些 番薯缸 在身上 因为他比较不会坏 一带到三十个 准备到学校去 还可以吃 他路上碰到一个 很可怜的老先生 白发苍苍 符子很长 他非常可怜的样子 他就把一个 完锁给他吃 那个吃了以后说 还有 一年把他十个都吃光了 他很慷慨都给他 所以那个老先生 对他印象很好 那吃饱了什么 吃饱了就找个地方休息 找个地方一躺 躺下去 趁个机会 灵魂出窍 云游是海 没想到 什么事情都叫没想到 没想到就是 恰恰的意思 有个人来一看 恰一条 怎么有个死人在这里 这些报官 做官一来说 谁谁谁都没有 拿去埋掉 就埋掉了 人最怕就是你灵魂出窍的时候 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家 因为已经被埋掉了 在七早八早找不到躯体 惨了 这下惨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静坐要特别小心 就这样 对不对 静坐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灵魂出窍 结果回错了 回到他的家里面去了 所以一醒过来 我怎么在里面家 我不是里面家的人 里面是 不是我家在陕西那里 你打电话去问 打电话去问 果然是 我们这里也少了一个灵魂 我们当兵的时候 就经常闹这个笑话 因为你在军营里面 每个船不都一样 晚上起来 小便说 不离不离去 回来一看 哪里有洞就钻进去 所以第二天起来 我怎么睡在这里呢 那半夜如果有什么事情 都穿别人的长裤 找错躯体 他不是 他的躯体被毁掉了 所以他就想到 这个小孩子不错 很仁慈 我找他想想办法 所以就开口跟他讲说 我在这里 他一听这个声音很熟 就是跟他吃掉 大批完熟干的人 你在哪里 一看他就在那个 火烛的旁边 那你怎么会这样呢 那个老先生一想 这个小孩真的很可靠 那我现在反正没有躯体了 他就把他混就进去了 一下子功力就增加了 我跟各位讲 武侠侠所写的都是真的 只是你没有机会去碰到而已 最近有一个老人家碰到 季公告诉他 说你写的鬼故事都是鬼告诉你的 不是你想出来的 他说 因为他不敢骗鸡公 谁都可以骗 你敢骗鸡公 鸡公就说 我们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就是好朋友 这些都不重要 下面那句话是每个人都要听的 鸡公说 我们那么久的朋友 但是你想想看 我现在好歹是天上的神仙 你还在那里 摇臂赶赚钱 讲了他眼泪都哭了 哭了以后 他就